火災現場燒得像是廢墟 骨架 鐵皮散落一地 這是發生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的一場火警 燒毀了十間民房和兩間商店 火災後 慈激之工接獲通報 立即前往現場關懷 就看到大家都還沒有吃晚餐 我們也會有準備了食物 跟熱食跟我們的水過來 然後也知道全部的衣服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也從環保站 會拿一些衣服過來 同一時間 另一批志工在環保站 也緊鑼密鼓整理二手衣物 準備送去火場 他們可能燒了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食物 跟衣服這些 所以我們就快快來選 一些比較適合他們的衣服拿過去 我們看可以洗 要綁到他們什麼 最基本的 無家可貴的受災居民 志工帶他們到環保站 並且為每一戶 準備七百令吉的慰問金 讓他們能解決眼前所需 幫助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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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受災 但居民把此刻接受到的溫暖 再以自己的心意傳播出去 期待這些小錢的匯聚 未來也能幫到 和自己有同樣遭遇的人 帶來新聞知識美之工 和孰賢陳映曲 馬來西亞報導 馬來西亞報導